中的巨響鷹架直接掉落在民宅門前 清晨不到八點 住戶下一大跳 趕緊外出查看 很大聲 我又住在那裡面嘛 四樓都聽到啪 很大聲 我是沒有下來啦 我現在要去買菜才下來看 想買菜只能繞路出去 因為倒塌的鷹架 幾乎封住整條街 一樓住戶屋簷遙遇墜 大門窗戶被砸壞 停在一旁的愛車也遭受波及 這起意外發生在新北新莊中正路 刮起七級正風 贏家不敵長風 從二十四樓倒塌 直接砸向對面的民宅一樓 冷氣機破損 門口的盆栽也散落一地 因為其實全部都有做得很好啦 就是說那個地方是我剛好 剛好是蓋好的地方 那我也有拉住 可是對 那時候的風太大 颱風來襲 新北市府二號就已經提前發函 通知建商工地得做好防台措施 沒料到還是經不起強風 釀成意外 這個風勢比較大 那導致它部分的陰架 這個有掉落下來 工人忙著清理散落一地的陰架 建商目前已被勒令停工 直到改善公共安全 颱風威脅還沒解除 民眾還得繼續繃緊神經 TVBS新聞是協議員 蔡幸宇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